由黎明导演的大荧幕处女座抢红 将于5月19号登陆各大院线与影迷见面 无论是在甜蜜蜜中与张曼玉的爱情教科书式的演绎 还是在无间道三中与刘德华的精彩对戏 说起黎明 大家想到的都是她在大荧幕上的经典形象 这次抢红是黎明首次独立指导的尝试 虽说是第一次导电影 但出道多年 黎明这幕后的经验可是一点也不少 因为本身我自己入行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读导演 就怕自己做不成演员的话 还可以做导演 就从副导演一步一步 你这么谦虚有多久了 那时候的情况的确是如此 真的 那时候是当年是刚好 刚出道的时候 连连续剧的还没有机会拍的时候 所以就是在地视台里面 是有去客串一些做乞丐的角色 所以就当你做乞丐的时候 基本上你要同时读训练班里面的项目 包括幕后导演 包括目前的演戏 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做好 就是笔记化 留了一首准备 万一没办法做演员的话 就当导演 因为读书并不棒 所以只能这样 据了解 影片讲述的是有一瓶绝品佳酿红酒 引发的一个故事 全片由张寒宇 黎明 王耀庆等主演 虽说是拍酒的事 可这几位男神在法国 为了拼命拍戏 敢进度 绝品佳酿 很少有机会喝 尤其是张寒宇 不但酒没喝上 吃的都是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东西 伙食你就别提了 今天那个谁没来吧 你知道 谁 韩宇哥 他你知道 因为在法国 你知道 法棍 法棍是最普遍的东西 你知道他能 就是不停的吃 你说这面包的对 对 茶面包 它真好吃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每天 吃饭之前 一定桌上会有一篮嘛 然后就切片了嘛 然后他们说 哎呀 这正好吃正好吃 助理就在外面说 韩宇哥 你少吃一点 这个是淀粉 然后好好好 然后他 现场这个 这个面包是不停的 就你吃完了 他就可以 给你再上 他就会说 不要再上了 然后又吃完了 吃完之后 然后他 好不容易吃完了 然后别人又上来来 哎呀 我说不要再上了 哎呀 这样好吃 我知道我知道 不能吃多 哎呀 据黎明爆料 王耀庆和张寒宇 虽然酒没和上 烟可是没少抽 两人经常是雪茄不离手 得空就得抽两口 而说起韩宇哥 脑子里难免会蹦出 硬汉爷们这样的字眼 可这次在法国品红酒吃西餐 咱这硬汉到底还行不行了 他挺硬 他一向都硬的 他不会不硬 腰吗 啊 腰 腰 他腰疼 腰 你别伤了 以前拍戏的时候 但是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硬的 硬的人 但硬怎么软下来 软了怎么硬回去 就是他自己拿来的 这些角色里面 硬软都有 软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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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深哦 那这次韩宇哥还硬吗 还是在您的 韩宇哥还是不硬 他就很硬了 你就问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韩宇哥这次的 韩宇哥还硬吗 我们两个怎么帮韩宇哥 回答的事呢 我们回答他硬也不是 对吧 你试过吗 我没有 我们也没试过 说起这次三人的合作 黎明表示非常成功 在戏中 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都有所呈现 而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戏虽然拍好了 可这次戏中这么多 美男子集结 这颜值担当的人选 可就难选了 颜值担当 我觉得男人用颜值担当 是没用的 因为颜值基本上 是不是重点 就好像这次 他们先上方说 让我拍什么海报啊 什么杂志啊 我说不拍了 因为本身吧 我基本上都不是小鲜肉 因为你看杂志的观众层面 他们是需要那种东西 不是说鲜肉 肉只说它的嫩度 对不对 那我当然不够人家嫩 不够人家嫩的时候 就不要去拍嘛 你一定要把自己放进二次元 就不要了 就变彩蛋了 彩蛋了 蛋就被彩了 彩了 所以不要了 所以我就说不用拍了 因为其实我们一部电影宣传 我相信一部电影里面 观众看了 还包括看了一个电影的预告片 其实他们都评估到 你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他们会知道自己选择 去不去看一部电影 因为我自己本身看电影是这样子 我身边朋友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对于这样 爱奇艺娱乐 北京报道 爱奇艺 月祥品质